其實我自己都簽了給英皇 一個經理人自己接自己的東西 但我卻要抽絨 很騎賴 騎賴 因為國語有點騎賴 看上去好像很尊嚴 又很酷 但我本身私底下 憎賴的時候比較鞋聲 跟阿祖兒一樣 有點鞋聲 因為我喜歡開玩笑 其實我這些人已經有這麼多事情做 大家都有壓力未解決 有壓力未解決 其實我們大家輕鬆說笑 別人開心 我又開心 還有國語普通話覺得我廣譜 他們喜歡 他們喜歡歪歪地音 其實我也不知道喜歡甚麼 好像為何現在年紀大了 還才出來呢 就覺得不知為何 我自己就能否忽然想 為何呢 然後內地的粉絲說我是被迫營業 我就覺得不是被迫的 因為我覺得只要不影響正常的運作 其實公司都上軌道 站在更加前的位置的時候 我是代表公司 我都很希望我公司會是 比更加多人認識之餘 是更加多人去肯定 十年來都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也好 在我的發展範疇也好 工作的比率也好 我的比重都是內地為主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 會在內地 之前是一半一半 現在可能會是七三這樣的比例 或者八二這樣的比例 所以我便帶了我的女兒走 我也馬上幫她考了一個 在北京考了一個學校 因為我覺得始終 子女跟著媽媽會好些 成長的過程裏 知道為何她會這麼順便跟我去北京 因為她過往三年的放暑假 我都帶了她去北京 學了很多東西 又做餅 又二壺 又跳舞 又上國語課 英文課 她跟小朋友相處得很開心 所以她想了三秒之後 就說好 她現在很期待去北京 大腳 中間 她說說 大脣 大脣 沒有 兩條 是 大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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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脣